女孩一猛子扎进大海 随即就被大浪拍了回来 她没退缩 又继续往里冲 更大的浪扑天盖地向她涌来 无论多少次 女孩都没有退缩 她迎着巨大的阻力向前探 终于通过了大海的试炼 她是郑喜善 今年二十五岁 是冀州岛上最年轻的海女 海底下的她就像海的女儿 一下就发现了猎物 原来是一条大章鱼 冀州岛的冬天干燥多风 素有韩国夏威夷之称 郑喜善来到穆瑟浦的海女之家 取下前一天晒干的潜水服 准备进入工作状态 她是这个地区年龄最小的海女 二十五岁的她 因为向往大海的无拘自在 在大学第四年时 选择做一名海女 一战里 前辈们正在谈笑风生 她们的平均年龄约为七十岁 最高年龄甚至超过八十岁 但每个人看起来都神采奕奕 容光焕发 这位是英贤会长 她做海女已经五十八年了 喜欢说笑的开朗大姐是银珠 做海女已有四年 这是驿站的热心大管家明吉姐 总是把身边人照顾得面面俱到 这一位是三春奶奶 她已经八十三岁高龄 拥有四十九年的海女生涯 她把人生的下半辈子 都交给了大海 即使前些年腰部受过重伤 依然无法阻挡她对海的眷恋 至今仍奋斗在前海的第一线 十分钟后 海女们准时抵达工作的海边 今天天气不错 但风有些大 浪也很凶猛 必须谨慎选择下水的时机与位置 作为最年轻的海女 喜善打算帅气 中文字幕製作者 中文字幕製作人 一起向着蔚蓝的战场进发 海女是韩国冀州岛传统的女性潜水员 她们以高超的自由潜水方式渔猎 在不佩戴氧气筒和任何水下供氧设备的情况下 依靠一口气来回水面 可以在水下憋气两分钟并下潜到二十米深的海底 十七世纪 为了填补岛上男性牢里的短缺 她们以赶海的工作形式在水里采集猎物 如鲍鱼 章鱼 甲鞘类动物 徒手捞起一件件海的馈赠 撑起了生活的半边天 海女每次工作大约需要潜水上百次 每次维持约一分钟 工作时长依据季节及天气状况而定 职业海女捕捞的海产量 约占冀州的六成 因此也被称为冀州的母亲 当最后一位海女出现 意味着今日工作的结束 今天的巨浪让三春奶奶感到格外吃力 但为了不向儿女伸手 她还是选择依靠海女的职业糊口 回到驿站 大家开始盘点今天的收获 网兜里的海胆是昂贵食材 会卖出很好的价钱 每个人都收获颇丰 辛苦还是值得的 忙碌过后是快乐的午餐时光 几代人一起做饭 吃饭 聊着家长里短 就像一个美满的大家庭 在来海女之家这个驿站以前 喜善并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现在经过每天的朝夕相处 在海中的生死与共 她早就默默把前辈们当成亲人 不是一家 胜死一家 饭后忙碌继续 人们蹲在地上 开始认真地挑减自己的胜利果实 挑海胆黄是一个精细货 整个过程下来需要约十个小时 银珠大姐手脚麻利地破开海胆外壳 她的尖刺有毒 很容易将人扎伤 打开海胆后 需要小心地剔除里面的黑色内脏 一旦破裂就会让海胆变得发苦难吃 将完整的海胆黄浸泡在海水中 即可大功告成 海胆黄肥美鲜甜 是冀州岛高端宴会时 才能品尝到的珍贵食物 今天是休息日 喜山带着自己精挑细选的海胆 去探望父亲郑允佑 他是一名建筑工人 脸上总是挂着阳光般的笑容 仿佛可以融化生活里所有的冰川 父亲一直鼓励喜山 自己去做人生的每一个选择 比如做海女 他一直告诉女儿 想要什么就靠自己的双手去转 命运永远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鲜美的海胆配上香软的米饭 女儿做的美味让爸爸和工友们笑逐颜开 生活有时很苦 一口海胆的甜足以让人忘却所有心酸 喜山回到家 放好剩余的海胆 曾经温暖的家 如今却空荡荡 看着以前的照片 记忆涌上心头 她的大学是在美国 马萨诸塞州的一所马术学校 主修的是马术专业 马背上长期的辛苦训练导致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在纠结了许多不眠之夜之后 她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所学的专业 改做一名海女 海女下海作业 对季节 天气 时段 海域都有严苛的要求 她们一般每潜水几分钟就要出水换气一次 只依靠着一颗橙红色的浮球来标定自己的位置 有时还会遭遇暴雨和雷击 风险极高 为了让自己保持良好状态 她几乎每天都要进行体育锻炼 来保证身体的适应性 根据潮汐和天气的不同 一个月内有时能工作的天数不到一半 在不出海时 很多海女会从事农业或贸易来维持生计 遇上漫长的雨季和台风期 无法潜水作业 每当这时 喜山就会拿起最爱的画笔 把海女的日常生活 冀州岛的景色 蓝色大海与黑色石头上的派对 都记录下来 勾勒心底的画家梦 休假的最后一天 喜山来到贸易市场 在回海女之家前 她准备带些小礼物给前辈们 裹满豆沙的甜糯年糕 是三春奶奶的最爱 厚实的粗线袜子保暖又舒服 可以缓解采在岩石上的刺痛感 这些暖暖的小心翼 很得老姐姐们的欢心 天清气爽 风平浪静 又是一个美好的浅海日 礁石洞里 喜山发现了一只章鱼鸽 她似乎很倔强 无论喜山怎么拽 也不出来 一阵激烈的掐掐过后 张鱼鸽被蹬走了一只腿 此时她狠狠缩回洞里 想要逃过一劫 海女换了口气 也换了个新战术 她悄悄潜伏在石洞上方 等章鱼放松警惕时 一顿快准狠三连操作 瞬间将它一锅端 这只章鱼至少两斤重 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不远处 一群海豚与它们擦肩而过 它们欢乐地跃动着 歌唱着 和海女们一样 在这片蔚蓝的怀抱里 变成大海的孩子 享受着慷慨的捕育 传说 遇见海豚 代表着有好事发生 下午洗衫带着期待的心情 来到了一家 以游客打卡而闻名的咖啡馆 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放在店中寄卖 老板热心地接待了她 在看过她的画作后 爽快地答应了 季州岛工作的机会不多 只靠做海女过活 日子会很难 像洗衫这么年轻 肯拼又有才华的海女 她由衷地欣赏 她将洗衫的T恤和帆布包 陈列在最显眼的地方 希望能助她的梦想与生活 一臂之力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洗衫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故乡 木色浦到牛岛去工作 那里是冀州目前现存海女最多的地方 安静的村落 优扬的绿浪 湛蓝的海岸 喜善怀着好奇的心情 来到了新的海女之家 前辈们正在等着她 她们已经许久 没见过二十多岁的海女 冀州岛的海女 按照技术等级 分成上军 中军 下军 拥有四十九年海女经验的林温顺 是海女的御尊系长 她 靠近世纪 她 缓军 准备 这 某 水 黄 吉 雪 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关注